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根據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中國承諾在2021年12月31日 也是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到期的兩年之內 在2017年進口額的基礎上增加進口價值 200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和服務 然而根據美國商務部的最新數據 中方僅僅是完成了採購目標的57% 甚至不及美中貿易戰前 中國從美國採購商品的水平 貿易專家指出 這是相當於中國根本並沒有增加對美進口 完全並沒有履行自己簽署的協議承諾